這個問題就是那個INPO這個Request 你一定要先把那個Request 先把它從那個Python的那個網站上面把它下載下來 那下載完之後的話 其實你可以從那個這邊有可以看到 那它到底有沒有裝成功 你可以從那個Equipus裡面的這個地方 有沒有System的Lib Lib在Library的縮寫 裡面的話有一個叫Lib Library叫韓式庫嘛 後面斜線它有一個目標叫Site Site就是網站有沒有 網站上面的Packages 有沒有那底下就會有一個Request 如果你可以看一下這邊在哪裡 如果有興趣的同學可以找一下 以後確定說你有沒有裝在這裡有沒有 打開來然後這邊的話就有一個 這個嘛本來是說起來把它展開來 展開來之後的話這邊就有一個 再展開來這邊就有一個Request OK就有裝起來 不過可能特別注意 如果說你是之後裝 那你那個Equipus是打開的狀況 你可能要關掉重開 因為我剛剛試了一下 我用那個Refresh 有沒有我剛剛按右鍵Refresh 它也沒有 它不會跟你 它除非要關掉重開 才會出現 所以你剛剛如果都沒關過的話 那看假設沒有你把它關重開 應該就可以看到了 OK也就是以後網路上面的那些Package 安裝的話都會放在這裡就對了 然後這個目錄其實就是在那個 在這個目錄底下你可以找一下 它這個就是一個目錄 目錄裡面的某一個地方 OK裡面如果有這個東西它就可以Run 如果沒有這個東西它就不能Run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如果以後你看到那個No Module 什麼什麼東西的話 其實就把它放進來 那就可以Run 它沒有很複雜 它不會說你放了 然後就Run不起來 以我的經驗大概是還沒有發生過 OK 所以有的時候我是覺得那個 沒有那種什麼靈異事件的狀態 反正電腦我覺得相對還是單純的 就是你做了這件事情 那它應該就Run 如果沒有Run的話 那你就要確定說 你有沒有把這東西放進來 如果有那就Run OK大概是這樣 所以也不要把它想的太複雜 OK 沒有說那個像什麼初一十五不一樣 跟人今天可以明天不行 到底行不行 有時候是人制的 人說了算 今天可以明天又不行 到底行不行我也不知道 可能因為你沒有給特別好處 所以它不行 OK 那哪一天你給它好處 那心情好了 可以 沒問題 OK 在有些职場上面也是這樣 最難搞的就是人 對不對 OK 如果有些人你把它搞定了 事情好像都很好解決了 電腦不一樣 電腦反正 不就黑就是白 不就是可以 不然就不可以 大概這樣 那當然我的習慣 我就盡量就是把這些東西釐清 釐清之後就讓它很好作業 然後再來就是把步驟搞定 以後我就按照這個步驟就做就好了 下一次這個做可以 就把這個範本留下來 下一次要用的話 就把這個範本拿來修改 這樣的話做事情 我覺得還蠻輕鬆的 坦白講 因為大家會認為說 你好像做很久才能做出 其實沒有 早就已經有一個範本了 我拿那個範本改一改就好了 可能一改改好幾個月 沒有 重新做好幾個月 但如果你有範本 大概可能幾分鐘的時間 事情大概就可以看到端倪了 但是你也不能讓別人知道 一些東西的話 所以這是工程師的一些潛規則 潛規則就是不能讓人知道的東西 這樣的話當然你就可以做很多事情 因為以前在這行裡面也看了很多資深工程師 他們其實說真的 大部分時間其實好像都沒有在寫程式 都在做別的事情 甚至我之前還遇過一個資深工程師跟我同步 他每天都很忙 而且好像在做什麼直銷的事情 OK 然後他中期還是可以如期交 OK 因為他已經很資深了 但是他可能 對那個寫程式 他可能沒什麼興趣還怎麼樣 反正他就有別的事情 平常 因為他很資深 所以老闆好像也不會特別管他 OK 反正你東西給我就好了 甚至像疫情影響 甚至很多人根本不用在辦公室上班 你來幹嘛 對不對 來的話 還要有那種危險 那不如你就再加 甚至像你看美國現在很多公司 其實都可以不用來上班 再加上班就好 反正管理 反正你東西on schedule就可以了 那再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入關的第一個 我們是下載 所以理論上這個OK 那這個就下載了 但是下載下來特別注意 incoding 一定要是這個CP950 一定要加 那為什麼知道是CP950 因為我們下載的時候呢 特別有注意到就是說 他那個編碼方式 我們只要有幾個地方可以判斷 這個我好像之前有跟各位特別講到 這個按右鍵 有沒有你還可以用那個記事本 記事本如果你另存新檔 其實大家也可以看出 這個編碼方式 他現在編碼是ANSI 那你這個時候編碼呢 你就是用CP950 那如果你是UT28的話 那你就要用UT28 不過這個部分 因為我沒辦法修改 因為這個檔案 是在Server端的 也就是Server端 現在用哪一種編碼 那你就要照他的編碼方式 對 大概是這樣對應關係 那把它抓下來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 我建議是用那個什麼 用就是按右鍵 所以你如果電腦裡面沒有裝這個 Note Pay++的話 那你其實可以怎麼樣 在Google這邊 打一個Note Note Pay 這個工具還蠻好用 而且是免費 Note Pay++這邊有download 那你電腦的話 我是建議 你可以把它download 這邊有個版本 Wish Hong Kong 是 這什麼 Wish Hong Kong 這是與香港站在一起的意思 喔 它是香港 哇 OK 應該是香港 喔 也有可能 喔 是這樣的意思喔 我以為是 它裡面 OK OK 好 所以它這邊 也 沒關係 反正我們就把它下載 你把它download 安裝就可以 看你是哪個版本 它下面下載 你就把它裝起來 大概這樣 它是香港版沒有吧 它只是Wish 就是跟香港站在一起的意思 哦 好 好 那再來你把它裝起來之後的話 將來按右鍵喔 那就會看到這個 EditWish Note Pay++ 那特別之處喔 這個Note Pay++ 不是只有可以用在這種編碼 你其實可以 甚至可以開一些程式都沒關係 而且上面 甚至可以在上面打一些程式 像那個有一些網頁有沒有 開發網頁喔 也會用這個來做開發 那它 打開之後的話 我剛剛有講過 減式裡面有一個這個 叫做特殊致緣 顯示所有致緣 這個功能還蠻好用的 這個字放大縮小 跟在Equivus一樣 Ctrl-加 Ctrl-減 Ctrl-加 Ctrl-減 不過 它這個Ctrl-加 跟Ctrl-減 有沒有 剛好跟那個Equivus顛倒 就是說 就是說我們Ctrl-加跟減 用那個上面 Equivus用鍵盤左邊這邊對不對 那如果你今天用Equivus 剛剛用那個Nord配加加 一定要右邊的 這樣就可以加放大縮小 好 大概是這樣 你可以看到裡面的那個空白符號 它這邊也會顯示出來 所以我的習慣就是會先觀察裡面的結構 然後再做一些些事情 還有它裡面的話 還有一些訊息有沒有 右下角 這邊有一個Big 5 Tradition 實際上就CP90 它的別名 OK 所以這邊也可以觀察到 還有Windows CRLF 有沒有 這邊也會顯示出來 那為什麼會有 反斜線R有沒有 反斜線N 其實大部分都是你這個檔案 如果是用Windows做出來的話 那有可能就是 那有可能就是 會有一個多一個反斜線R 用那個像Windows裡面的一些 像記事本啊等等的 那可是用Linux就只有反斜線N 這個是因為 作業平台的特性不同 會產生不同的那個尾巴的那個 字緣 這個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 那這樣的話呢我們就可以 知道這個訊息之後的話 那再來做切割嘛 所以切割的話就是什麼 Splitter 然後呢反斜線R 反斜線C CRLF OK 然後切割之後的話呢 再來把它做細部切割 那再來我們就是呢 就可以 把那個就是怎麼樣 把我們已經切割完的東西 再寫到資料庫裡面 所以呢寫到資料庫裡面的話 就跟我們之前 等於應該是上個禮拜 應該是什麼 上上個禮拜的課程吧 資料庫部分 那大概就幾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的話 就前三行 這固定的OK 所以包含是什麼 建一個資料 資料庫 Connect就是如果不存在 就幫我建 名稱我都要改一下 叫Market.db好了 然後後面的話呢 就建一個Cursor 這個是資料表物件 資料庫物件 所以這個固定的這三行 然後再來的話呢 就建一個那個table 這個table的名稱的話 我叫做Market01 那其實你會發現 跟那個之前我們做的那個 那個table01還蠻像的 所以如果假設你不知道怎麼做 甚至你可以拿那個當範本 來做修改就可以了 也就是說它的架構一定都是 開頭一定叫CreateTable 然後後面的話 通常會加If Not Ex 如果這個table不存在的話 再建立 但是如果已經存在的話呢 它就跳過了 所以其實這邊敘述有點像邏輯 邏輯判斷 那我們有五個欄位 包含哪五個欄位呢 包含就是說日期 跟那個蔬菜 哪個地方 哪一種種類 然後它的價錢 所以通常我們會給四個有意義的名稱 不過因為我們這個地方 比較用懶人式的命名方法 所以就學那個Excel A B C D E 然後呢 可是比較特殊的我這邊 就大概改 因為之前我們都用Test 不過 我們大概現在再增加一點點變化好了 那如果說我今天第一個 我確定知道什麼 確定知道第一個欄位是 日期時間的話 日期的話 那我就給Day Time OK 所以以後的話 如果假設欄位名稱 欄位裡面是放日期的話 那Day Time 如果最後一個是那個 價錢有小數點的話 那你這個用Double就可以了 這種形態的話 其實基本上 所有的資料庫都是相通的 也就是說 你今天不管是不是Seql Live 以後如果你是用MySeql 你是用那個什麼MSSeql 等等的其實都是相通的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建好一個Table 五個欄位 那目前裡面應該是沒有放資料 所以底下一定會有Excel 所以這個是建Table 幫我建起來 傳給那個資料庫 好 再來的話就下載 所以你會發現下載 就跟之前那個 我們用開檔的概念是一樣的 反正中間就開檔 有沒有 之前有做蠻多練習 那只是說中間把它換成 去開網路上面的某個檔案 那接下來的話就什麼 這個底下 總共會有這五行 OK 應該有印象 反正這個也是從之前的那個地方 拿來call改而已 那主要做什麼事呢 因為我已經開了嘛 所以 剛剛這個地方 我要先這個註解掉 也就是這個地方 如果把它print 把它執行一下 有沒有就這些 那這些東西 你不是說每一次 你都讓它秀出來 那沒意義吧 每一次都要讀浪費時間 除非說它裡面有資料更新 你才再去重新抓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 希望拿這個資料 把它放到資料庫裡面 然後再來下一步就把它查出來 或者是做一個檢索系統 比如說我今天要查某一個 什麼呢 某一種蔬菜水果的單價 那我要怎麼去做 那當然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們等一下 底下就 這五行有沒有 加上去呢 就會自動怎麼樣 幫我把資料呢 塞到那個資料庫裡面去 那塞的方法應該還記得吧 最關鍵就這一行 塞到那個什麼 那後面的話 其實這一串 你不用把它看得很複雜 其實就是這樣 我們後面的Values 不過理論上這邊 空格跟不空格都可以 但是我記得習慣上是把它空格 因為有些資料庫 你這個地方沒有空格 它好像也會發生錯誤 因為我記得我很久以前 光吃這個虧就遇到很多次 少一個空格它也不行 空格一下 那後面的話 總共有五個欄位 那五個欄位 不過特別注意 這個最後一個欄位 因為是Double 所以Double前後 不需要那個自串的符號 所以這個 最後這個不用 有沒有 然後呢 其他Data要 Test這個要 所以這些Test 所以特別注意 前後都要加單引號 那如果說我今天 假如不用Formate這個 如果我今天是用 其他的方式來做的話 用串接的話 會麻煩 所以我今天乾脆用什麼 用Formate 特別注意 有沒有 insert into Marketing 然後裡面的話呢 會有五個大瓜糊 那五個大瓜糊還記得吧 後面加一個什麼 點Formate 然後分別給五個外部的參數 他就會把五個後面的參數 通通丟到前面去 應該有印象 所以其實我覺得 Formate不是只有拿來做Formate 還可以拿來什麼 用在那個SQL語法的串接 因為跟各位講 這個地方如果不用Formate 真的非常容易出錯 為什麼因為中間要加 加 然後串在中間 有些要轉型 有些不用轉型 然後有些 要前後再加單引號 有些不用單引號 光這些東西 可能就很容易出錯了 所以用Formate 真的是非常好的一種方式 我們會講 OK 當然有別種寫法 你們如果去 將來看別的書上 有不同的寫法 你也不要覺得驚訝 但是我們盡量 像我的想法是盡量找一個 最不容易出錯的寫法 就是好寫法 所以有時候說 老師你為什麼特別這樣寫 我的前提是 不過有時候還是特別是替你們想 因為我之前以前是寫 我沒有用Formate 我是直接串 那我為什麼可以 因為我熟悉 可是不是每個人都可以 練到那麼熟悉 OK 所以我要想一個方法 即便你不是很熟 熟這種東西的人 也可以很快進入狀況 所以後面的話 我們加點 點Formate 然後後面就串什麼 總共會需要有 12345 12345從哪邊來呢 其實從List List 這邊來 所以我習慣這樣 把它複製過來 這邊的話先放 放0 然後後面的話 豆點 第二個放1 第二個放 這個放 把它改1 然後一時類推 可以 有時候的話 托蘭 就是這樣複製 Ctrl 鍵按住托拉 然後就分別 一個蘿蔔一個坑的 把它稍微改一下 那有時候甚至可以 後面還有兩個 所以我的兩個一起複製 然後兩個分別再來改 然後再3 再來就是4 OK 這邊 好 這樣的話呢 就大功告成 所以這樣寫 我想應該 還相對的比較不容易寫錯吧 OK 所以最關鍵這一行 等一下可以試試看 但如果你是call我雲端上的程式沒關係 大家記得這一行一定要重新自己寫過 OK 最好是從頭寫過 最好看密成 Close 寫入成功 好 再來的話 我們來試試看 OK 把它執行一下 那理論上 如果沒有出錯的話 它就跑跑跑跑 然後最後寫入成功了 OK 不過 如果我再跑一次的話 它當然會有個狀況 還是繼續跑 可是 我記得好像27000多比 可是你在執行一次 變成5萬多比了 再執行一次 它又來 所以我前面講過 如果你不希望一直膨脹的話 那可以再什麼呢 在第三行 下面再增加一個刪除 那個 刪除那個表 那刪除的部分的話 你可以拿 拿這個來改 這個 SQL語法 大家還記得吧 如果要刪除 就是 如果它已經存在的話 所以這個把它 Create 把它改成叫什麼 Drop 我喜歡用大寫 Drop Table If什麼呢 If Exist 如果那個 Table 是存在的話 那就幫我把它先刪掉 不然的話 我將來打開的話 會漲 會這麼大 我看 這邊把它切過來 現在幾萬比 我執行很多次 本來兩萬多 現在變七萬多了 七萬三千多比 所以我不要讓它膨脹的話 那我可以怎麼樣 可以在這個地方先把它Drop掉 然後記得要Execute它 所以先幫我捉不掉 然後重新再放資料 這樣就不會一直不斷膨脹 執行一下 OK 欸 寫入成功 我再執行一次好了 確定是 OK 所以 因為我捉不掉 所以我下一次打開它的話 它裡面的話 永遠都是24474 不會多更多的資料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這個地方 來把畫面還給各位 所以步驟的話 通常就是 一 先確定能不能下載資料 二 再去做資料的切割 三 就是 再把資料庫部分 加上去 然後 並且把所有資料 Execute 到 這個Table裡面去 那 後面的話 確定 寫進去的話 可能就是再 加一個DropDial DropTable 不然的話 這個資料庫 會不斷膨脹 當然就不是我們要的結果 那待會的話 我們再來想想看 欸 那如果我既然 資料已經放在資料庫裡面的話 那我也沒有辦法 把這個資料庫裡面的資料 拿來做查詢 比如說我想要查一下 查哪一個 查 某一些地方 他們的那個 哪一些蔬菜的相關的價格 其實也可以用查詢的啦 查詢 查詢 查詢